大家好 我是Hally 欢迎来到Surfing Vlog第八期 也就是我崇尚的第八次 那今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换了一个镜头 换来一个相机 之前拍摄都是用GoPro 去装在板上面 看到的是只是我的脸 就是我固定的一个镜头 现在的话 我这个场景的话 是从这个按上拍我的 那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镜头 可以给我看到很多 发现我很多问题 就是在冲浪的时候 自己感觉不到的一些问题 那在这个镜头拍摄出来的 画面上都能看得到 你看比如说 就是我躺在板上的位置 也是能看得出来 就是不太固定 每一次都在调整 就是没有找对自己的那个位置 当然也要根据浪大浪小 来去调整前后一点点 做一些有调整 但总体来说 我每次都在找那个位置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我冲浪的位置 你看比如说现在看到的 我都是冲浪花 那我也就是说 我在水里的时候 可能我感受不到 但我在这个画面里面 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像这个浪就比较好 但是还是偏晚了一点 它马上这个浪就被盖住了 就盖下去了 就是已经这个浪就结束了 那一般的话 要这个浪刚刚起来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机 然后你要趁着这个 就感觉到这个浪 在推动你的时候 你要等到这个时候 你才起来 然后今天的话 这个Tim 这个光头的朋友 也是帮我很多忙 他一直关注我 给我很多指点 他告诉我怎么冲 帮助特别大吧 应该自学的话 是挺难摸到一个正确的方法的 会浪费很多时间 你看Tim都一直就告诉我什么位置 wait for the way wait for the way 他说 他一直告诉我 要等到这个浪 等到这个浪的时候 你再趁着这个 抓住这个感觉 你一冲的话就特别轻松 那这个我在后来的话 也是有一次两次的感受 就是说 当我的时 的Timing是对的时候 那你就感觉非常轻松 你就很容易就 推动起来了 然后你 再加上你的板的平衡 保持好的话 基本的 你的那个基本动作 有练习过的话 就很容易站起来 至少是那个能够 其实最好是浪不大的话 就是蹲着 你看我这个画面 你就看到我躺在这个板上 都不是垂直的 我是偏右边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在平时在水上的时候 我感觉是 感觉不到的 但在这个镜头里面 就特别明显 像这个浪的话 这个时候还不 哦 没了 这个浪已经碎掉了 不行 所以你这样冲的是浪花 你就很快就会 就算没法冲起来 你看后面那个 你看后面那个 它的时间就是对了 好了 今天的 Surfing Vlog就到这了 那个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非常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一下 给我点赞 然后我的视频 总体来说是给大家一个 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 让你去 看到我的错误 看到我的弯路 看到我的失败 然后希望能给你一些提示 然后喜欢冲浪的人 可以看我的视频 然后学习到 这小走弯路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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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